巴西蛋争议烧了五天 农业部长陈吉仲终于现身 这段日子去了哪 他强调没搞神隐 显然这几天农业部回应不够清楚 部长只好在假日临时开记者会 公开进口蛋去向 其中将近2500万颗作为席选蛋 3428万颗进到夹工厂 做程序蛋或是蛋液 库存同样3000多万颗 比例最高的耗损于稻齐 高达5402万颗 相当于全台两天需求量的蛋 被拿去堆肥 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鸡蛋 在有效期限内 而且都可以来完整的调到市场 可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从此就会造成我们国内的产销资讯 影响到蛋 至于全联下架的巴西蛋会怎么处理 农业部表示由业者跟习选厂自行决定 不过得按照食品安全规范走 而未来也不排除在上架进口蛋 进口鸡蛋是为了确保我们鸡蛋的一个安全水位 所以但是相对的就是说 未来我们再上这些鸡蛋重新再去进到我们的超商通路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精进的一个作法 农业部表示进口蛋建落习选厂后就从冷链改为回温 如果期限小于一个月 习选厂就得按原有日期标示 但进口蛋会因为条件不同 效期而有不同 农业部表示会在研议是否有更精进措施 电视纹是怎么办的